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毅会见亚洲各国驻华使节 表示中方愿同周边国家坦诚相见 外交部驻港公署强烈谴责欧洲议会议员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好 头条新闻聚焦的是日韩之间的经贸摩擦 根据韩联社的报道 韩日两国将派政府高官出席下周举行的世贸组织理事会会议 正式讨论日本对韩国的限制出口措施 另外韩国总统文在寅18号在清瓦台与朝野武党党首会面 商讨应对日本施加的贸易压力 文在寅呼吁减少制造业关键材料对日本的依存度 以及国会会尽快通过补充预算案 缓解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而清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郑义荣就透露 如果日韩关系继续恶化 韩国将考虑是否继续与日本分享情报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将于23至24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因韩方要求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将日本现贸措施纳入正式议题 韩联社报道 韩日两国将罕见地派出政府高官出席会议 并就日本现贸措施缠明各自立场 据韩国政府和外媒消息 日本将派遣外务省经济局局长山上信吴 而韩国方面则可能派出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局长级 或更高级别的人士与会 另一方面 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西村康仁 18号敦促韩方 在截止日期 也就是18号午夜之前 回复日方要求 成立第三方仲裁委员会 解决二战期间 日本企业强征劳工问题 5月20日の我国からの仲裁付託の通告に対して 韩国政府は協定上定められた期限である 7月18日 本日ですね 本日の深夜24時まで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 これまでに仲裁に応じる協定上の義務を 負っているわけであります 日本政府としては仲裁に応じるを 引き続き強く求め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おります 韩国总统文在寅18日下午在清瓦台会見朝野五党党首 敦促日本撤回制裁 文在寅表示 目前有两个迫切問題需要携手应对 一是如何应对日本出口管制 减少制造業关键材料对日依存度 二是尽快通过补充预算案 緩解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 文在寅说 韩国经济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今后还可能更加困难 在此情况下 能与朝野各党党首拒手 共商对策 倍感欣慰 相信将给广大国民带去希望和信心 也有助于提升政府与企业的沟通协商能力 凤航卫视 総合报道 韩国央行周四宣布减息 来应对经济下滑的威胁 这是过去三年来首次 而且降息的时间比市场预期更早 韩国央行周四在议息后 宣布降息四分之一里 指标利率下调到1.5里水平 是2016年6月以来首次降息 也是去年11月加息以来首次变更利率 出乎市场意料之外 市场原本预计 央行最快要到下月底的会议 才会决定降息 央行又大幅下调 今年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率预测 经济增长只会有2.2% 将是过去十年来最低 央行行长李朱烈指出 对经济状况的评估 部分反映了日本对韩国 实施出口限制的负面影响 但现在很难评估 出口限制对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反映的影响有多大量的影响 他有强调 他有强调央行仍然有政策余裕 暗示仍然有降息的空间 分析师相信这次降息只是属于去年加息的政策修正 没有刺激经济效用 由于今年一季度经济暗计萎缩 今年余下时间 央行仍然有进一步降息去支撑经济的可能性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18号的报道 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准备下周到访日本 而日本将会就日韩关系紧张 以及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材料 争取美方支持 敦促美方出面条件 据报道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计划下周访问日本 将与日本外相河野太郎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古内郑太郎等人举行会谈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波廷杰将陪同访日 博尔顿这次访问预期将提及商讨组建国际联合巡航部队 在美伊关系的紧张局势下 美国9号宣布目前正跟多个国家接触 研究组建国际联合部队 以保障中东地区战略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美国将于19号向各盟国详细介绍这一计划 日本政府拟届时派遣驻美大使馆的负责人前往 预计在这次与博尔顿的会谈中 日方对此将传达的态度是现阶段不考虑派遣自卫队参与巡航 建议为缓和美伊紧张局势应继续付诸外交努力 此外日方还将就日韩紧张关系和日本限制对韩出口半导体材料 争取美方支持 敦促美方出面调解 双方还将磋商朝核问题以及推进安保合作 加强美日同盟等议题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日本对出口到韩国的原材料采取管制措施 这不仅影响到了韩国国内的经济发展 也对日韩两国的关系带来冲击 而作为美国在亚洲两大盟友 日韩之间爆发出口纠纷 对美国又会有什么影响 相关话题在现场请到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带来他的分析 文婶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下周将会到访日本 预计将会调解日韩之间的经贸纠纷 你怎么看美国为什么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无论是博尔顿出马 还是其他的美国的高级官员出马 都很难调解的 我们说如果按照现在日本方面的期望 就是希望美国能够支持日本 但是如果美国采取了支持日本的立场 必然会得罪韩国 那么就会使得目前不仅日韩关系会紧张 弄得不好的话 连韩美关系都会紧张 所以我们看现在日本对韩国半导体出口的管制 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纠纷的问题 一方面这个事情 它现在已经造成了日韩之间不仅是这个经贸关系的一个紧张 造成了两国关系的一个紧张 而且又造成了在某种程度上 它又促进了韩国民众同手抵抗 朝野同心要来这个抗衡这个日本 另一方面呢 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韩国它只是朝鲜半岛南部的一个国家 北部还有一个朝鲜 而朝鲜跟日本的关系至今还没有正常化 原来我们说这个由美国主导的这个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军事同盟 就是美国的这个韩国和日本这个军事同盟 它主要的可以说这个在最近这十几年 主要是用来对付这个来自朝鲜的这个威胁 朝鲜的核开发 朝鲜的一个洲际弹导弹导弹试验等等 但是在朝鲜明确的表示了弃核之后呢 这个威胁呢 情况已经降低了 而且我注意到这个朝鲜官方明确的表示 在这个日韩的这个争端当中 他们是支持韩国的 那么现在这个朝鲜的这个 呃 趋核化呢 现在实际上又又有一些这个阻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他真的是很不好办 而且我们看到啊 这个实际上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 就是由于日本日韩关系的这个警察呢 他反而就不仅促使了这个 这个韩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同搜敌干 而且可能促使朝韩的这个进一步接近 而朝韩的这个进一步接近以后呢 可能会导致这个朝鲜半岛出现一个新的形式 就是朝韩的某种程度 或者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一体化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又会对日本形成一种这个新的威胁 所以我们看这个朝韩 就日韩之间的这个经贸纠纷呢 它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这个东亚局势的 这样的一个格局 其发展这个前景呢 非常时度关注 是 看来这个日韩纠纷波及面很广啊 非常谢谢何言胜带来的分析 谢谢 好的 去下广告 回来继续为您报道 中国外交部指出 美国官员有关中方寻求北极利益的指责 毫无道理 有韩国专家认为 美朝虽然没有重启工作会谈 但两国领导人可能在秘密接触 朝鲜重视中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 纪念灵源不断得到修缮与保护 欢迎您去搭乘时事中车 这节首先关注的是京都大火 日本知名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 位于京都福建区的工作室 周四上午发生了一场大火 造成33人死亡 超过30人受伤 其中多人重伤 而建筑物几乎全毁 目前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怀疑纵火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事件表示震惊 并对受害者表示哀悼和慰问 经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向当地警方确认 目前尚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上网报告 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 京都动画第一工作室起火 建筑楼内冒出滚滚浓烟 火苗从窗口窜出 大楼窗户被烧得焦黑 消防人员在公司三层楼道内 发现多名动画公司职员 但已回天乏术 有人试图跑向楼顶昏倒在楼梯上 有公司前职员表示 大楼一层是放画稿的地方 二三楼为工作间 装修以木质为主 办公室内有大量纸张 用作动画制作 员工多数是女性 消防员向大楼喷射水珠灭火 并打破窗玻璃 研究被困折 救援人员在大楼外搭建帐篷 进行现场急救 有周边居民目睹了火灾的惨状 日本媒体发布了一段警方逮捕嫌犯的画面 据日媒报道 这名40岁的疑似纵火男子自称 在一楼泼洒了液体 点燃了火 有动画公司的目击者辨认 嫌犯不是公司员工 事发时 他大喊去死吧 一边放火 警方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名男子愤怒地回答 抄袭 日本京都动画公司 曾经制作《青鹰少女》 梁公春日的《忧郁》等作品 广受欢迎 是日本业界代表公司之一 工作室负责人说 几年前经常收到 类似于杀人预告的东西 他还说 发生火灾的工作室 是公司的核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更多有关这起 京都纵火案的消息 我们立刻连线的是 本台出日本记者李淼 李淼 您好 杨树 您好 请问这起京都纵火案 目前最新的伤亡数字 以及嫌犯的纵火动机 有没有进一步消息掌握 好的 杨树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伤亡的人数 刚刚是日本京都警方 公布最新的数字说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33人死亡 33人当中包括 12名男子和20名女子 另外还有一人 是性别不明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大约36个人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当然还有一些人失联 所以这个数字 很有可能会继续上升 另外就是关于 这个嫌犯的动机 和嫌犯的状况 到底怎么样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情 那么到目前为止 日本警方公布的消息就是 这名嫌犯是一名41岁的男子 他家住在关东地区 但是关于他的动机 目前尚不清楚 只是警方在逮捕他之前 就有人证实说 他说有人抄袭了他的东西 当然这句话日语 同时也有可能被翻译成为 是你们要来抓我 这样的意思 所以目前为止并不清楚 那么嫌犯 目前是因为 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本人是脸部胸部 大面积的被烧伤 所以目前是被医师麻醉 而警方很想尽快地 去对他进行审讯 但是目前没有办法对话 所以我们得到的消息 是这名嫌犯 也有可能因为大面积的烧伤 他的伤势 也有可能会进一步严重 另外就是当时 火灾发生时的状况 这个状况根据 现场目击者的描述说 现场宛若活着的地狱 就是在现场 我们看到滚滚黑烟爆发 然后有一部分专家说 在汽油燃烧的状况之下 很有可能当时的温度 已经超过了1500度左右 那么里面的人呢 可能是根本就没有 逃生的瞬间的机会 可能他们在瞬间 就会感觉到自己 已经无法呼吸 而我们也看到 这个工作室里面的平面图 它的里面呢 是几乎没有墙壁的 中间的全部都是 这个螺旋形的楼梯 所以呢 这个火势从一楼 非常快的速度 就燃烧到了三层 我们也看到 它的这个玻璃是碎裂的 然后二楼和三楼的墙壁 也是断裂的 所以就可想而知呢 当时发生火灾的时候呢 这个火势非常的激烈 不管怎么说 这是进入平城时代之后 三十几年以来 纵火案当中呢 发生的死亡人数 遇难人数 最多的一例案例 所以日本国内 全国上下都非常的关注 好的 非常谢谢林鸟 来自日本东京 为我们做的连线分析 谢谢 好 我们再来关心的是 中美关系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日前发布报告 分析了中美关系 如果疏远 将会造成的风险 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 高级主任贝德 以及布鲁金斯学会 资深研究员 波拉克就指出 虽然美国对中国 存在不满情绪 但是却忽视了 对华敌视态度 可能导致的后果 美国也没有 倾听盟友的看法 报告认为 美国如果孤立中国 将对世界造成伤害 波拉克和贝德 在报告中指出 近年来美国精英 对中国的看法 越来越敌对 一部分原因 在于中国的行为 而另一部分 则是特朗普政府的 对华政策 这种转变 反映出了美国 对于中国 作为全球崛起 大国的不安 并把中国视为 对美国政治 和安全利益的 巨大威胁 报告认为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 关键问题 已经不再是 如何管理中美关系 而是如何抵制 甚至阻碍 中国崛起大国的地位 报告指出 美国政治中 出现对华 敌对情绪并不新鲜 更重要的转变 在于对华的中间派 包括一直以来 支持与中国 保持密切关系的 美国商界和学界 出现了变化 他们或者长期保持沉默 或者转变了看法 另外 美国对中国的疏远 还在于美国 诸多的内政问题 中国并不应该 为美国破旧的基础设施 移民危机 贫富差距 财政赤字负责 布拉克与贝德指出 虽然美国对华 存在不满情绪 但是却忽视了 对华敌对态度 可能导致的后果 这包括军备竞赛 民族主义加剧 促使武力 解决领土主张 并且阻碍了在经济 气候反恐等问题的合作 报告指出 中国已经成为了 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家 在供应链中 与美国的盟友 和合作伙伴紧密相连 中国在亚洲 非洲 欧洲的 基础设施建设 也越来越活跃 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价格具有竞争力 并且受到全球市场欢迎 更为重要的是 除了美国 没有国家支持 把中国排除在 全球与区域经济之外 中国的邻国 更不希望被卷入 中美的斗争之中 报告对重建中美关系 向特朗普政府提出了 六点建议 包括积极推进市场准入 而不是关注双边贸易逆差 坚持学术互惠 开放对中国的学术交流 敦促中国开放数字市场 接受全球适用的规则和标准 捍卫亚太地区盟友的同时 避免让中国认为 美国在部署军力威胁中国 报告指出 这些都是大多数美国人 认同的目标 如果美国营造新冷战的环境 把中国视为敌人 就无法实现这些目标 凤凰卫视王宾署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第四届中美游城大会 正在美国休斯顿举行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18号表示 大会展现出 中美两国地方之间的 交流合作的积极愿望 相信将会进一步促进 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 在记者会上透露 这届的中美游城大会 共有来自中美两国政府 和社会民间团体 200多位人士出席 这也是继今年的 中美省州长论坛之后的 又一次两国地方之间的交流活动 有利于深化中美两国友谊 增进地方人文交流 中美两国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 都积极的 非常踊跃的参与 它也展现出了双方 地方之间交流合作的 一个积极的愿望 我们相信这次大会的举行 会进一步的为 深化中美友谊 加上中美合作 注入新的动力 我们也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 进一步深化中美之间的地方 和人民交流 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另外 针对美国后任国防部长 艾斯珀近日指责 中国利用掠夺性战略 寻求在北极的利益 陆康也在会上做出回应 批评这些指责毫无道理 他还强调 中国在北极事务上 既不会越位也不会缺位 他们的一些言论呢 与事实完全不符 坦试着讲 也与北极和平合作的大势 相违背 北极问题 它不仅涉及北极国家 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 所以呢 北极的治理 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 来共同参与和做出贡献 作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中国不会越位 介入完全属于北极区域内部的事务 但是在北极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 中国不会缺位 18号的记者会 也是陆康作为外交部发言人 主持的最后一次 他在记者会结束前 向媒体表示 自己即将卸任新闻司司长一职 并期待在新的岗位上 同媒体保持沟通 那么作为即将卸任的新闻司司长呢 我也祝愿所有的外国记者朋友 在中国继续能够愉快的工作和生活 谢谢大家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18号在北京会见了亚洲各国驻华使节 王毅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 愿同各国真心相待 坦诚相见 以恒心促合作 中国外交部18号邀请到亚洲各国驻华使节 共聚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在午餐开始前 王毅发表致辞 重申中国秉持清晨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 愿同周边国家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 王毅还在致辞中提到 自己的外交生涯也是从周边外交开始 主张要对周边国家真心相待 坦诚相见 各国大小不同 但是应当是一律的平等 各国之间不管有什么样的矛盾和分析 但是我们都是永远的邻居 所以跟周边的国家打交道 首先还是要真心相待 成为朋友 建立的相互信任 我们的周边关系 就会有坚实的暴障 而面对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性 王毅表示 亚洲各国的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就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王毅还在活动上 正式向各位驻华使节 介绍了主管亚洲事务的 外交部副部长罗兆辉 这也是罗兆辉在五月末 就任副部长以来首次公开两项 罗兆辉随后用英文发表 之词强调中国高度重视 发展同亚洲国家的关系 自己在新的职位上 也将会继续推动地区合作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构建亚洲民运共同体 在午餐前后 王毅和罗兆辉还同各国驻华使节 进行了私下交流 中生谴责8月进行的十九二同盟 韩美联合指挥宿演习 不利于朝美重启 无核和谈判工作会谈 有韩国专家分析认为 朝方在河内美朝峰会 破局之后 学会了要为不同情况 做好准备 这次的发言就是要表明 美朝工作会谈一旦破局 责任不在朝方 美朝领导人在板板店会面之后表示 美朝工作会谈将于两三周内启动 这个星期已是第三个星期 不过会谈尚未有重启的征兆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 时间并不是至关重要的 专家指出 这就意味着突然时间有利于美国 这不仅是朝风着急 也暗示了美朝领导人 或再继续进行秘密接触 至于韩朝关系专家指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认为 只要推动美朝关系 韩朝关系也会随之发展 同时和内美朝峰会以后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 中下层部门的重整三位完成 也是韩朝关系停止不前的一个原因 由此短期内 哪里举行有依依的韩朝对话 不过金正恩和文贾寅有深厚的互信 今后韩国能从以前的中介者嘴色 转换为促成者 以推动美朝工作会谈 至于外界怀疑美方无核化立场是否有变化 就是满足于核冻结的层面 江家表示完全无核化过程中 核冻结会是一个起点 另一个领域上核飞期也是一个开始 这都是有关联的 无核化措施以及美国相应措施也是互动的 所以美方谈记核冻结并不是让步 而是为了防止朝鲜脱离对话轨道的一个说法 凤凰卫视金居贤韩国首尔报道 在上世纪50年代朝鲜半岛的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保家卫国复朝作战 为了纪念战争中牺牲的烈士 在朝鲜及中国东北不少地方都建有志愿军烈士陵园 今天的朝鲜见闻系列报道 让我们一起到朝鲜面怀献烈 距离平壤180公里的开城是高丽王朝的古都 保留了不少历史古迹 这里也是朝韩之间经济合作的重镇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这里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 因为在开城的松岳山脚下 安葬了15000多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烈士 最近几年在两国政府的关怀下 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不断得到修缮 每年都有中朝两国的党政人士代表团 志愿军遗属以及有不少中国游客前来烈士陵园祭扫 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目的原来比较分散 后来不断的集中 移葬到附近的烈士陵园 目前在朝鲜各地建立了60多处志愿军烈士陵园 由朝鲜的城市经营省和中国驻朝鲜志愿军烈士包扬代表处 共同管理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共有近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为国捐躯 其中10万8千人安葬在朝鲜 除了烈士陵园之外 朝鲜国内还有一些纪念设施 包括位于平壤的中朝友谊塔 友谊塔的两侧刻有纪念中朝两国军民并肩作战的浮雕 而纪念塔内也有反映志愿军入朝参战 以及支援朝鲜建设的大型壁画 凤凰卫视张灵云平壤报道 好 取消广告回来为您报道 习近平指示地方人大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 台北市长柯文哲对蔡英文政府的批评不断升级 被解读为是为角逐大选做热身 香港各界人士发起守护香港系列活动 呼吁市民抵制暴力 理性表达诉求 欢迎你绝大城时事直通车 这节来关注的是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就新形式新任务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强调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贯彻落实决策部署 习近平强调 县计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 是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 习近平指出 新形式新任务对人大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 围绕地方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的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接地气查明情据明治 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 要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增强工作整体时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8号出席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时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发挥各级人大职能作用 全面提升新时代人大工作水平 栗战书指出 要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 认证总结并坚持地方人大工作的经验 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自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按照党中央对人大工作的要求 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认证做好立法 监督代表等工作 努力使人大工作更好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意愿 增进人民福祉 富皇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2020大选 蓝绿参选人已经确定 一般认为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有意参选 但他的态度始终暧昧 近日柯文哲炮火越来越猛 批评蔡英文政府执政差 才让高雄市长韩国瑜崛起 一连串剑指民进党的动作 被认为参选的态势已经建在线上 台北市长柯文哲近日再成为台湾政坛焦点 他被认为有意参加2020台湾大选 一旦加入战局 可能冲击民进党选期 虽然他为正式表态 但近期炮火 集中攻击蔡英文政府 这是这样 老百姓讲的话 他也听不懂太多 不然一力休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炮轰蔡政府执政不佳 隔了一天火力再升级 今天如果蔡英文把他总统的工作做好 会有这些事情吗 会出现寒流吗 所以第一个要回答是 你自己总统都没有做好了 过去柯文哲曾经和民进党合作 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指出 柯文哲曾经表态支持蔡英文连任 但近期双方几乎撕破脸 柯文哲的批评也越来越直白 现在苏贞昌这样讲 只能说实在是有过不要脸 为什么过去回几个 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这样 就有过不要脸 不是开战 我当时就这样 理上往来 绿白合作的可能性 在双方唇枪舌剑之后似乎越来越低 柯文哲的大动作被解读 势在为参选暖身 我就是这个掉不掉 我只要恢复我自己的样子就好了 为什么恢复我 很简单 我现在我已经破出去了 就是这样 由于先前国民党初选进行的火热 向来是媒体宠儿的柯文哲 被认为遭到边缘化 近期火力全开 让自己又回到了讨论的焦点之上 凤凰卫视林清兵陈建达台北报导 高宗市长韩国瑜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20大选 但他就任市长仅半年多随即投入大选 引发争议 有反韩民间团体发起罢免市长联署活动 并声称15号韩国瑜确定在党内初选胜出之后 参与联署的人数比往日要多出约两倍 高雄市民索取罢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联署书 主办单位声称 随着国民党中央15号公布大选党内初选结果 韩国瑜确定投入大选后 高雄市民缴交罢免联署书数量比往日增加近两倍 本来想说让他做看看四年也没关系这样子 那想说或许高雄会有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觉得他这犯人根本就是乱干 尽管已有十几万高雄市民加入罢免联署 反韩声音不小 但也有许多人坚定支持韩国瑜 并不在乎他转战大位 可能忽略甚至气首高雄 他执政二三十年已经输了 那有没有检讨说你到底输在哪里 如果我们百姓会民心思变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 那既然高雄输了民进党是不是要检讨 而不是山东一些人要出来罢免他 我觉得他这个人蛮正派的 蛮有正义感的 所以大选一样支持他 对啊 他也是被人拱出来的 要到中央去才有办法让高雄更好 挺韩人士认同韩国瑜 竹大卫不会忘记高雄的说法 誓死效忠 而反韩人士则有信心能够促成罢免案 联署通过 两派声音在高雄市内强烈拉锯 俨然已是高雄街头巷尾 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凤凰卫视蓝金图王世凯高雄报道 有媒体报道指 欧洲议会一些议员近日提出 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不起诉示威者等内容的涉港议案 白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18号批评 有关议案无视事实混淆是非 对欧洲议会议员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做法 中国表示强烈谴责并且坚决反对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表示 议案要求特区政府放弃依法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完全不顾香港整体利益和主流民意 肆意抹黑一国两制和中央政府对港政策 批评提出议案的议员别有用心颠倒黑白 发言人强调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外国组织或个人以任何方式妄加干涉 敦促相关议员恪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尊重中国主权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0多位香港各界人士联合发起守护香港系列活动 呼吁市民抵制暴力理性表达诉求 守护香港系列活动召集人黄英豪表示 对于修理风波引起的示威游行无休无止 早前更是发生不少暴力冲突事件 破坏社会秩序 社会各界人士将在星期六参加于天马公园 举行的守护香港集会 呼吁停止暴力 我听到很多市民的声音都说香港不能再继续乱下去了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这一批朋友 共同发起守护香港系列活动 希望香港继续成为全世界最安全 有最良好营商环境 最好的法治和经济继续繁荣 民生继续改善 和市民能够安居乐业的一个大都会 出席发布会的民间联主席李辉琼也表示 希望市民可以一起守护大家热爱的家园 我们在这里呼吁 所有是认同和平理性沟通 非暴力的朋友都可以一起站出来 守护我们的家园 主办方表示这次集会将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是反暴力撑警队 护法制保安宁 反冲击保兴计 以及守护香港全民加油 更强调此次活动为和平集会 绝不参与任何冲突事件 凤凰卫视孟星元香港报道 香港友好协定会 18号到警察总部为问警察 曾任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的 友好协定会会员蓝红震就指出 香港警队是世界上最连结的警队 尽忠职守维护法治 香港的警察 尤其是在这10年20年内 回归后 那个连结的程度 世界第一 老人说第二 比美最好的地方 我认为他们尽忠职守 我们的crime rate 是世界最低的地方 日日一路在这里改进改进 数十名友好协定会代表 下午到湾仔警察总部 向香港警队表示慰问 支送警旗和慰问信 蓝红震表示 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法治 香港也是世界上最安全和自由的地方之一 这些都有赖于香港警察的专业高效服务 他透露协定会向警察福利基金 捐款1000万港元 以表达支持和鼓励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绿镇司司长郑若华 和商务局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 18号在北京展开访问行程 分别到访司法部 外交部 最高人民法院及商务部 来推广香港的国际法律 和避免及解决争议服务 并探讨两地的贸易议题 香港绿镇司司长郑若华 早上离开酒店后 第一站首先拜访司法部 与司法部副部长雄选国会面 探讨如何加强双方在法律服务方面 和越搞澳大湾区内的合作机会 郑若华随后到访外交部 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贾贵德会面 就一带一路倡议下 避免及解决争服务的事宜交换意见 另外郑若华还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洋万民会晤并参观北京互联网法院 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双方分享了使用现代科技 解决争议的经验 并就越港澳大湾区内 避免及解决争服务发展交换意见 同样在北京访问的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 邱腾华下午拜访商务部 与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会面 就两地贸易议题交流意见 邱腾华在会上介绍了 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工作进展 并表示香港会积极参与 今年11月份在上海举行的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郑若华和邱腾华周五下午 都将会出席香港特区政府 与国家发改委 国务院港澳办 及其他相关部委举办的 第二次一带一路联席会议 就香港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事宜进行协商 副红卫视综合报道 据下广告回来继续为您报道 有消息称 沪生港通的每日交易额度 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表示 将吸引更多境外主体 参与境内市场 张宁颖在美国遇害案的 量刑庭审已经结束 案件交由陪审团讨论 欢迎接搭乘时事中车 这节来关心财经消息 连接内地和香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 不断完善 内地证券时报的报道指出 沪生港通的每日额度 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报道指香港尽管局和两地有关当局 一直密切留意沪生港通的运作情况 额度使用量和市场情况等不同因素 将会适时考虑扩大每日额度的需要 从去年5月1号开始 沪生港通每日额度大幅扩容 为原来的4倍 北向和南向交易每日额度 分别调整到520亿元人民币和420亿元人民币 而早在2016年深港通开通时 沪港通开通初期设置的总额度上限 已经宣告取消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沪生股市全线走低 市场对中美恢复贸易磋商持观望态度 影响了两市走势转弱 盘面上黄金及彩绝股逆势领涨 但通讯军工及金融股跌幅去前 互指收盘下跌1.04% 而生成指责下跌1.58% 香港股市开低走低 大盘在外围股市下跌 以及对贸易谈判的担忧拖累下 维持弱势震荡成交低迷 恒称指数收盘下跌0.46% 至于台湾股市缩量整理 外资连续第三天卖超压抑了大盘走势 价券指数收盘下跌0.27% 内地的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总经理 陈刚明在周四表示 会继续在多个方面推动债势稳健开放 而针对境内市场 他表示要大力发展高收益债券 让债券市场汇集更多中小企业 中债登总经理陈刚明 在2019年债券年会上致辞时表示 要进一步提高直接入市的便利化水平 发挥在案价格主导权 具体来说 他建议对境外投资者简化资金账户的 开立材料和流程实行备案制 并实现电子化备案和开户 同时探索自贸区债券发行 为境外主体开展债券发行提供更多便利 扩大一带一路债券发行规模 为跨区域资金融通提供支持平台 而在交易工具的使用上 建议在控制杠杆的前提下 放开对境外投资者参与回购交易的限制 吸引更多境外长期投资者配置境内债券 他还透露 截至2019年6月末 境外机构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债券 约1.7万亿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增长22% 其中90%为直接开户持有 另外陈刚明还指出 要提升债券市场的包容度 推动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 鼓励诚实手信的民营企业发债融资 此外要大力发展高收益债券 让债券市场汇集更多中小企业 促进绿色债券发展 适当降低监管成本 发行成本和投资成本 同时鼓励非金融企业 发行含权性质的永续债 可转债 去杠杆专项债等品种 鼓励发展合规资产证券化 和信贷资产流转 满足去杠杆和调结构的需要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共访问学者张盈盈在美国遇害案的量刑停审 于17号结束 案件已经交由陪审团讨论 不过陪审团当天未能做出量刑决定 目前少不清楚量刑结果将何时出炉 17号张盈盈案嫌犯克里斯腾森的量刑审判进入最后阶段 当天的庭审于美国中部时间上午9点开始 张盈盈的家人在援助律师翻译等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在8点40分左右进入伊利诺伊州中区联邦法院 进入法庭后 张盈盈的父亲弟弟和男友坐在观众席第一排 张盈盈的母亲当天首次进入庭审现场 但很快又回到法庭同一层的小房间 通过电视显示屏观看庭审 嫌犯克里斯腾森当天身着白色衬衫 她的生父生母和继父都坐在观众席上 观众席全部坐满 在一位民众中和媒体旁听 9点20分左右法官入场 庭审正式开始 法官首先给陪审团详细的指示 最后由检方律师做结案陈词 检方律师回顾了整个案情 并重新向陪审团展示了关键证据 包括张盈盈上嫌犯车的监控视频 嫌犯杀害张盈盈的作案现场照片 张盈盈的父亲在检方展示证据时 不忍直视起身暂时离开法庭 检方结案陈词后由辩方律师做结案陈词 辩方律师为博取陪审团同情 甚至一度落泪 并走到克里斯腾森身后将双手放在他肩上 记者注意到克里斯腾森也在擦眼泪 之后检方再对辩方的陈词进行反驳 整个程序直到午后一点半才结束 克里斯腾森的命运现在掌握在陪审团手中 陪审团可能得出的结果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死刑 第二种终身监禁 做出这两种中任一种决定都需要12个人一致同意 第三种结果是陪审团12个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 克里斯腾森的刑法将是终身监禁 他将不得保释 不得假释 不得保外就医 不能减刑 余生都将在监狱里度过 张盈家属的援助律师王志东向本台记者表示 从法律程序上来讲 陪审团需要决定 嫌犯是经过计划和准备故意绑架杀害造成张盈的死亡 并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了极其残忍的手段 陪审团还需要考虑检方提供的所有加重刑罚的因素 包括对张盈家人和亲朋好友的伤害 同时 辩方律师也要求陪审团考虑减轻刑罚的各种因素 包括嫌犯之前没有犯罪记录 他的家庭有酗酒的传统 他本人酗酒 滥用药品 曾经没有得到有效的帮助等 法院已经发表声明 陪审团今天将不会就克里斯腾森的量刑做出决定 陪审团将于明天早上9点重新返回法庭继续进行讨论 那陪审团的决定最早可能将于明天出炉 但也有可能花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决定 凤凰卫视王悠悠 陈英秋 伊利诺亚州皮奥里亚报道 好 最后带您关注天气消息交给气象主播王一 晚上好 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 昨天傍晚台风丹纳斯一分为二 在南海的分支系统加强发展成了南海热带低压 那目前来看呢 丹纳斯对我们国家的直接影响不会太大 再来看一下降水 明后两天总的来讲 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分布是比较零散的 其中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 而像四川的东部 重庆的西南部 贵州的中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 那在北方内蒙古的中东部 华北的中北部等地呢 会多这种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 雨量分布不均 局部地区呢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雨 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那气温方面江南一带依然是闷热感爆棚了 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 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虽然说只有31度 但因为空气湿度大 所以这个体感温度是远超31度的 并且呢下周初的时候 上海可能还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天气 所以防暑降温还是不可懈怠啊 再来看一下北方 华北平原一带呢 今天到这个周末呢是高温不断 最典型的就是郑州 那除了郑州以外 我们来看像北京 天津 还有济南 这个周末的天气呢都会非常的闷热 好 各位们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 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 北京多云24到33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21到31度 长春晴21到31度 沈阳多云21到32度 天津多云25到34度 霍浩特中雨19到24度 兰州小雨17到26度 兰川小雨21到30度 西宾比似的 dej 兰州大城市的 exact Christ 西宝一同 Reich 你建设一下 使用处 att 昆明中雨18到25度 太原小雨20到34度 石家庄雷震雨24到33度 济南多元24到34度 郑州多元25到36度 河肥多元26到34度 南京阴26到32度 上海小雨27到31度 武汉多元26到34度 长沙多元28到36度 南昌多元27到35度 杭州小雨26到32度 福州多元26到35度 台北小雨26到30度 南宁多元27到35度 海口雷震雨27到35度 广州中雨28到36度 香港大雨28到32度 澳门中雨28到33度 英国白金汉宫将从7月20号开始迎来夏季对外开放日 本次开放日的展览是以纪念 维多利亚女王诞成200周年为主题 展览会从7月20号一直延续到9月29号 游客们可以进入王宫来参观 王室贵族们生活的房间和平常所用的物品 而从天气来看呢 接下去一周的时间 伦敦的天气都是以小雨为主 最高气温呢 不超过25度 这和国内火热的夏天相比 可以说是有一点冷的 好 各种天气情况 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外各大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好 谢谢您搭乘今天的实事中车 2019年7月18号 杨叔在香港 祝您健康 平安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